大度被利用的价值 人家愿意用你 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再来 巴赫是不骄傲 各位一定看到我们 每次人家就有一个国内的媒体 有时候我没有去 媒体来访问我的时候 校长你们的巴赫队 是不是得冠军得多了 骄傲起来了 为什么得了冠军 都没有人家外国那种 跳起来的那种感觉 那我就告诉他 我这是我们的教练告诉同学 我们得了冠军固然很高兴 但是那些输的同学 输的队伍非常难过 你在那个地方 你只有增加人家那种 看到人家那种难过 那种失败的感觉非常不好 今年在荷兰 因为我们二军 那个应该是那时候 高二跟高三的同学去比赛 就是全部是二军跟三军去比赛 因为这一次我希望教练给我们再校生 不要老是用一军 一定要让新秀要上来 所以我们第一次很多同学第一次上场 结果得了亚军 你知道那种那一刻 真的叫做失败的感觉很不好 所以我告诉同学 你要好好地记住这个感觉 失败一次非常痛苦 永远记得这个痛苦的感觉 不要再用第二次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教练告诉孩子 你冠军的 也要考虑到那些失败的人 的人的那种感觉 真的很不好 把他回去鼓励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每一次去到一个地方 像去南非去瑞士这些比赛 到了现场 没有一个人认 没有一个国家认识 那个Chinese Taipei 我常常到现场就是人家会问 What is Chinese Taipei 连强力猜对的都不知道 甚至上是去年的我们在瑞士 私宜爆出来的 我们第一场上场的时候 把我们的旗子挂错了 挂了一个什么样的旗子 挂了一个我们的一个五环 然后呢 那个是一个什么太极 我们去跟他抗议说 这不是我们的旗子 然后他爆出来的时候 是China Taipei 我们不是China Taipei 这样子变成是大陆的一个城市而已 所以我跟那个 张院长两个就冲到那个私宜台 就跟我告诉他 We are not Chinese China Taipei We are Chinese Taipei 然后他一直滑 我就跟他讲 Chinese Taipei is Taiwan 所以不一样 We are not Let's be great 后来他那个私宜一天 Oh 台湾台湾 然后想一直跟我们讲 Sorry Sorry 才赶快继续才报 结果呢 五天比赛下来 天天我们天天得奖 然后China Taipei China Taipei 本来整个瑞士 没有人知道 What is Chinese Taipei 五天比赛下来 最后呢 我们因为他们电视不断的放送 结果后来我们比赛完了到 瑞士的最高峰 少女峰三千多公尺上面 我们去那边的时候 他们看到China Taipei 那边的工作人员 所以我要估他起力给我们加油 给我们鼓掌 所以呢 像这样的一个赛事 其实 对国家 对台湾的行销 我们用最骄傲的方式去行销台湾 那拔河是运动 要有运动家的精神 就是输 输也要输得漂亮 赢 我想我们在一个 一条绳子上面 其实我常常觉得说 拔河是最好训练 团队精神的一种运动 韩国人就是用拔河 每年用拔河记来教韩国人 男生女生要合作才能够赶走喜乐 要用拔河来教他们的国民 一定要合作 那拔河是未来 对我们的学生来讲 因为他们的功课不一定好 他们要花很多精神来念 他们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但是因为他们的比赛 能够 其实你只要认真 就像我等一下会提到 像洪南教授讲的 你的态度 你的坚持 这些呢就是你成功的因素 所以拔河就是我们同学的这些未来 拔河是团队 这我就不必再说 拔河是破茧而出 刚刚讲的 我们拔河一个八个人是生命共同体 哪一个人的手受伤的就完了 或者是哪一个人默契不好 你这一场比赛要赢 非常困难 所以呢 拔河呢 我们只要进了拔河队 就如那些学姐讲的 你的手是精美的手 不是只有自己的 所以必须要好好的保护你自己的手 好再来 拔河是光荣 各位知道 我们在从2010年到现在 这些年 我们真的征战全世界 我刚刚讲的 用最骄傲的方式 把台湾介绍给世界 各位知道 第一年 我们在 我记得很清楚的 在南非2010年 室外赛的时候 我们教练呢 很谦卑的 去跟那个德国教练 跟他握手 你知道那个德国教练 就衣服很拽的样子呢 就不甩我们的教练 结果去年在瑞士的时候 这几年的征战 去年在瑞士的时候 那个德国教练是 换他很谦卑的 跑来跟我们教练握手 然后呢 拿着他那件教练的衣服呢 就要跟我们教练 换教练的那件服装 当你 能够争气的时候 你不需要说 人家就看得起你 好 对还有一个 这里面我为什么说是光荣 各位 我们在南非那一天 所有人都哭了 因为南非那一场 有最多的华侨 去给我们加油 远从开普敦 普利托利亚 从约翰尼斯堡 好多的华侨 全部赶到普利托利亚大学 来给我们加油 在那一场比赛里面 我们的同学用力到 连肚子里面东西都吐出来 因为跟瑞典队的比赛 瑞典已经有延续五年 从来没有经过 在那一场比赛里面的 我们的同学用力就是 刚刚跟瑞士那样 坚持不放手 用我们的这个 肌耐力来跟他哈 最后呢 把他拉 当他体力耗尽的时候 把他拉过来 所以在那一场比赛里面 我们最后拿了 这个冠军的时候 那些华侨都哭了 然后那些华在颁奖典礼上面 那些华侨讲说 我来了南非二十年 第一次感觉当台湾人的骄傲 他们后来全部的 我们那些华侨 都在现场跟着我们 领奖了以后 他们才还为我们举办庆光业 这个就是 都是真实的事情 那拔河是争取 真的就是哪里跌倒哪里爬 那还有 拔河要有企图吸 我们不要看别人有多强 而是看我们自己 应该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来 来做才最重要 好 再来 拔河是道德的 其实各位注意 拔河很容易受伤 我们这一次在 呃 应该是在那个卡丽的时候 就有一个队伍呢 还没有开始比赛就跟你放手 你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同学很容易受伤 所以拔河你在比赛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在座同学可能比过 我们要有要有运动的大德 好这个是要注意 另外呢 拔河要持续 像我们这些同学 每天都要练五个小时 你只要几天不练 你的体力就 就会急速的会退步 所以也很幸福 所以是持续 拔河是纪律 进了我们拔河队 一生受用最多的是他们的纪律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 拔河也是凝聚 我们所有就是团队精神 非常重要的 好 再来 然后是坚持 我想刚刚大家从那个 里面已经看到了 串联关怀 就是我们好多人 的关怀 在我们拔河队这些小女生事上 就看到了 好 各位看一下 我特别要把这三句话 跟各位同学分享 不是只有拔河队有用 各位同学一定很有用 第一句话 就是优秀来自于纪律 我已经讲过了 当你有纪律的时候 你学任何东西 你就会觉得 别人更加专心 更加 能够学出东西来 所以优秀来自于纪律 第二个成功来自于坚持 这里面呢 从刚刚的比赛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些同学 不放手直到梦想到手 这个成功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然后第三个 结出来自于付出 天下绝对没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 你要结束一定要付出 这是 把他都对这三句话 诠释的 非常的 透彻 对吧 我们知道二十一世纪 现在有三大趋势 一个人口结构变化 一个知识经济 一个全球化 你快点 那各位就看看 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 村的这个 一个 趋势里面呢 每一个人 现在向我们各位分享一下 你要做 你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 那这里面呢 我们要知性 体性 感性 跟理性 要兼具 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做到 他现在需要的人才 要有这四性 那各位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 再来 你看一下他们也成年轻 我特别 找了这七位 你们应该会认识的人 也许有一两个不认识 但是这里面呢 告诉各位 他们 的人生的智慧 就是 王平的戴圣宇先生说到 人生像茶叶蛋 有裂痕才能入味 也就是说人生会有失败 会有挫折 当于这些挫折失败 没有关系 你只要把这些挫折失败 能够呢 再更加的振奋 就像茶叶蛋一样 有裂痕 那注入了这些真正的 味道进去以后 茶叶蛋就更好吃 那在郭台铭 洪海郭台铭先生他讲的 他创业四十年 他每晚从未睡五小时 可见成功的人 其实有他成功的道理 每个人的成功的道理不一样 那你们可以看看 哪一种是你可用的 再来的台大李思辰这个校长 他说 你要 尽早的选好人生路 才不会到四十岁还在追寻自我 太慢了 所以人生必须要越早 像同学现在你就如果能够想好 你要做什么 真的最好 我想今天 你们的校长很好 让八年级的同学 你们马上也许就 要上高中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高中 或者高职 我相信 各位同学 心里一定有一些想法 所以呢 就像台大李思辰教授讲的 你要 尽早的寻好你的人生路 那越早做准备越好 那下面那个 这么大的郭立新教授 特别去 就 呼应了台大这位校长讲的 走出去人生不是赢在起点 要赢在终点 你要走出去 再来呢 云门的 云门五集的这个林怀宇先生 就讲的 他也讲 要有志气 磨出生命的典型 就是成功 那再来呢 104的林怀宇先生讲 你要继续成长 花时间失望 不如花时间学习 你把你在那里失望 挫折的时间 拿来学习 那就只要你 这次考不好 没有关系 哪里不会 赶快把不会的地方 把它弄到过 那就一样的 中央大学的宏兰教授 特别提到 一个人的态度跟智慧 是放出四奶阶阶阶的成功法则 你的态度是不是敬业 你有没有 做任何事 有没有智慧 是你成功的法则 好 再来 各位看一下 这里面呢 一个很成功 将来你们要做一个成功的人 你要够特殊 要够专业 够深耕 也要学习 如何学习 还要创造 刚刚孝敏讲的 创造自己 倍利用的价值 好 我在这边要跟各位 希望今天 我们八年级的同学 你们今天能够 我们有这个缘分 我送你 希望你们能够 涵养三个价值 第一个价值呢 就是你要有 必备的核心价值 你的专业 你将来要做什么 你要把你的专业学好 这个非常重要 就像我们拔盒 对 他的专业是什么 把拔盒拔好 他拔盒的 这个技巧是什么 所以你的专业在哪里 那你将来你要 假如说你要当面包师傅 你要怎么样把面包的 这个技术学好 都没有关系 即使你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价值 你要怎么样在这个云云众生的里面 你要让人家看见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出类拔萃 这个就是你的核心价值 非常重要 第二个要令先的附加价值 我为什么要用你 我假如说你同样是那么多的 一个的人来考试 我是老板 你想想看 我为什么要用你 你一定要比别人强的地方 你除了你的专业很好 你还有你的 所谓的附加价值 有的人可能比较 有的人可能比较 很不辣 他呢 可能 用了他以后 他比较好 勇敢 叫他做什么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热情 所以他亲和力很够 他的品格特别好 特别的乖巧 这个就是附加价值 所以在这里呢 我也希望我们 今天在座同学 你要想想 你要从现在开始 怎么样 让人家喜欢你 你说第三个的 至少的感觉价值 你要让人家对你感觉良好 而不是你自我感觉良好 你自我感觉良好 没有用 你要让人家觉得 你这个孩子 让人家看得很舒服 这个就是你至胜的感觉价值 也就是所谓的魅力价值 所以你这三个价值 你如果学到了 你从现在开始 怎么样把你的 专业的核心价值学好 还有呢 第二个 这个附加价值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你要创造 自己高度被利用的价值 人家叫你做什么 哎你都愿意去做 你就学到 不要认为说老师找我 你每次都找我 其实老师找你是好事 因为你做了以后你就会 你会比别人会恶得多 所以吃亏就是占便宜 这个是 第二个附加价值 那感觉价值 这个就是说你自己 你的品性很重要 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再来 你要怎么做呢 你要把自己的名字当品牌来建议 我相信各位同学都知道 妈妈 拿的皮包 什么皮包很有名 什么皮包很有名 LV是不是 人家常常说 很多会顾 拿的皮包是LV的 那这个地方呢 校团也要告诉各位 你要把你的名字 当这种品牌来经营 我打个比方 好 我们郭森教练 你现在只要听到郭森教练 大家都知道 他是我们国家的 也是国家的宝 他是拔河的 国家级的教练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品牌 你要拔河的名字 人家讲 听到你的名字 觉得这个孩子好 这个孩子很乖巧 这个孩子 听到的 你的名字 人家想到的 联想到的 形容词 联想到的都是好 你千万不要让人家 讲到你这个名字 这个孩子爱睡觉 天天上课打瞌睡 或者是说 那个上课 那个豆腐不好好听课 你如果被 老师们关上这个印象就很不好 所以你的名字 能让人家觉得说 你听到你的 你的名字 就认为你这个是信用 信用保证 那再来呢 你要发展个人的特色 跟优势 还有不断的学习 为自己加分 还有呢 要把你的 人际关系搞好 也就是说校长在这里 不是叫你们说 你去拍人家马蹄 不是 绝对不是这样 而是你要用你的表现 其实你你做了 人家自然看得见 好 再来 我很喜欢这句话 从医生史莱泽 讲的这句话 有意义的人生是有工作可做 有对象可爱 有希望可想 其实我跟教练 跟我们主任 我们 为什么要 支持把核队 除了我刚刚讲的 其实我跟教练 我们这些师长 只有一个非常单纯的 一个愿望而已 因为我们希望 让一些弱势的同学 可以脱离贫穷 让他们因为把核 他们有希望可想 将来呢 他们有工作可做 有对象可爱 我们真的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想法 希望我们的把核队的同学 将来 就是从医生史莱泽讲的 这一个情境 我想任何人都有梦想 梦想会使得不平凡 其实我们这个不敢想说 照梦想 但是 我只是我们都在希望 为自己找一个感动的位置 那你只要有梦想 凡事可成真 我想希望各位同学 你也要有梦想 你的梦想 也总有成真的一天 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 在这个社会上面 我希望各位同学 你们今天在桃子角 你们好幸福 所以要珍惜你们跟同学相处的岁月 每天跟同学一句一句 深深浅浅浅 云飞雪落的这些话 那你要记着 你每一个时刻的感动 我们今天 在这里也是很感谢 李校长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到桃子角 跟这么多可爱的同学 能落在这里 希望以后 若干年后 也许 我们在路上碰到了 也许我不认得你 但是同学 也许你可以告诉我 2013年的10月16号 我们曾经在桃子角 国民中学 大家相遇了 谢谢大家 好 我先谢谢 李校长 好 老师再补充一下 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 精悲补充的 大家都可以到我们学校 做一个健康教练的舞动 特别 老师我先讲 特别我是非常敬佩郭教练 所以 虽然我是比郭教练是虚长两岁 但是我觉得我要教他一声 声歌 声歌 因为我很佩服他 所以也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看到金美女座 包含校长的主任跟教练 不断的努力 去为 那个 拔河队争取更多的一个比赛 跟练习的一个机会 那所以我也是相反他 所以 我从一开始想到有这个想法 想要邀请金美女座 就拔河队过来学校 我就想说 我就一样去试试看一看 这我不停的想办法 去找联系的方法 然后可以跟郭教练来联系 然后郭教练也很 很好爽的 就是二话不说 好没问题 时间超低 我们就过来 所以我们可以再一次的热烈的掌声来 感谢我们的时间里面的大家 好 那我们今天 请校长代表我们投资奖 那个有一个纪念的一个 纪念品是一个淘坛 是给我们这里真的 林校长 来 谢谢 谢谢 金兴女座 好 那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也有一個東西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也可以看到四面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可以看到四面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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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得到去年的世界冠军回来 一个做的一个Stand 这个是宋伟 王子 谢谢你太大 谢谢你太大 这个是我们文三区的特材 这有我们所有队员签名的 等一下 我不知道哪一班的法合的同学 我们有 我們特別帶著這個 拔河的公仔 等一下就送給你們 那這個是這個拔河公仔